据印度Times Now News网站2020年9月6日报道 随着印度空军采购的第一批阵风战机顺利到位 巴基斯坦充分意识到 两个中队供给36架阵风战机的到来 将会改变引发空战的游戏规则 无奈之下 巴基斯坦重启了从中国引进歼10CE战机的谈判 寻求从中国引进30架歼10CE战斗机 以及配套的先进空空挡弹 文章称 实际上2009年巴基斯坦就曾提出购买监视战机 但随着中巴两国联合生产GF-17骁龙战机 采购监视战机的谈判也被搁置 但现在随着印度采购的法国阵风战机开始落去交互 中巴之间再次启动监视CE战机的采购谈判 此外除了采购监视CE战机 巴基斯坦还要求引进一系列配套武器 包括霹雷石近距格斗导弹和霹雷15远程空空导弹 文章指出 随着美印之间军事合作逐渐加深 并不断疏远巴基斯坦 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唯一的尖端武器供应国 G-10CE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金石战机的出口版本 该机配备有先进有源相控制雷达 先进火空系统 以及红外探测系统 文章强调称 巴基斯坦空军非常忌惮 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战机 其配备有先进的流星中场空空导弹和云母导弹 此外 印度采购的俄罗斯S-400防空系统和以色列MR-MAM中场防空系统 将对巴基斯坦空中战斗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文章最后表示 巴基斯坦空军与中国联合研制生产了124架JF-17骁龙战斗机 此外 巴基斯坦空军还拥有70多架F-16战机 以及几十架幻影3A战机 如果坚实CE携带导弹顺利到位 届时将会给印度空军IAF带来不小的挑战 感谢观看